好 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目前這個疫情 大家都在問 到底是發展到什麼樣的境界 哪裡才是高峰 昨天指揮官陳時中他的講法是 就他的觀測5月20之後 很有可能會進入到真正的高峰 一直到6月初 結果昨天又有一個時間點 這是在7月的中下旬 很有可能當時這個疫情 就會比較趨緩了 所以他也講預計 7月的時候新冠肺炎 會從目前的第五類傳染病 變成了第四類傳染病 也不再公布確診數字 開記者會了 這麼樣一個講法 讓大家就會有很多的聯想 第一是什麼 如果五類降成第四類 你要有買防疫保單嗎 趕快去看看你的保單吧 很多保單裡頭都明講了 說如果是第五類的話 才有百分之百的全額理賠 要是變成了第四類 那全額理賠 可能就只剩下賠百分之十 換句話說本來確診賠五萬 之後可能只剩下賠五千 甚至有的是從百分之百 變成只賠百分之五而已 大家就在問 這到底是不是在幫保險業解套呢 好 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另一件事情是現在大家也在問了 時間點好像跟病毒很熟 或者是好朋友一樣 他怎麼都能夠預測的出來呢 大家就在講時間點壓在七月 網友說是不是是因為要選舉 所以之後不再公布沒時間公布 還是擔心會影響選舉呢 那大家也有人說聽到了所謂的民進黨版本 這個是民眾黨的立委 蔡碧如 他說民進黨呢 現在已經有所謂的防疫選舉劇本了 就提出了七月降到第四類之後 指揮中心就會隨之退場 然後陳時中就解套可以去選舉了 他講這就是綠營選舉的一套劇本 還說我們現在是在五六月嘛 對不對 每天四萬四萬一直在網上走 確診數大量的增加之後呢 七月開放邊境 等到年底選舉的時候 當時可能疫情已經沒有這麼嚴重了 那當然就是台灣戰勝疫情 可以再次的衝高選情 好 這個是目前政界 他們說聽到的民進黨防疫選舉劇本 您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呢 現在我們感受到的就是 怎麼周邊越來越多人確診了 甚至呢 還有爸媽帶著孩子 去到急診室急瘋了 結果在母親節的時候 總統蔡英文臉書上頭 曬出了照片 是摸著小狗的照片 讓網友看了 全炸鍋 急診室塞爆 蔡總統究竟有沒有看到 母親節她臉書上曬出 摸小狗的照片 網友留言罵爆說 竹門酒肉臭 你曬你家狗 防疫搞成這樣 不少人留言痛罵 當初真的是選錯人了 說我們不要再送給媽媽打掃用具了 你見鬼了 現在誰送媽媽打掃用具 媽媽要嘛在幫你排隊買快篩 要嘛是你買快篩給你媽用 整室裡面人間地獄 她還在那邊養狗玩元宇宙 能不能請她離開總統府出去看一看 更可惡的是 網路上竟有人製作梗圖 算老百姓可以花60小時排伊蘭拉麵 花一個下午排電信499吃到飽 卻不能忍受排隊買快篩 網友看了炸鍋怒轟 不吃拉麵不用手機不會死 但排隊買不到口罩打不到疫苗 搶不到快篩就會翹辮子 有媒體人爆料製作梗圖的 政府沒超前部署讓老百姓買個快篩排得好辛苦 綠策異網軍敢如此嘲諷百姓實在有夠離譜 這也與善行林沛傑台北採訪報導 好 目前實情就是真的很多人買快篩排隊排到天荒地老 甚至有國外媒體報導說臺灣人買到快篩 會在藥局外頭興奮尖叫打電話打電話回家說 我買到快篩了 那麼我們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全世界恐怕只有臺灣買快篩得排到天荒地老 外媒報導有人買到還興奮尖叫 前副總統陳建仁接受未報訪問認了 臺灣政府快篩試劑準備不足 民眾自力救濟 但有國外親友想幫忙寄快篩回臺 卻得先交兩千元的申請費用 民眾想自用卻帶不進來 難道只有賣麵的 做遊戲的綠油油才能進口嗎 快篩嚴重不足 地方政府狂喊要自救 新北自行購買兩百萬劑 北市則喊話中央雲諾的七十三萬劑 根本還沒到貨 快篩之亂燒出中央地方之鎮 最可憐的是老百姓為了買快篩還要罰占 介紹正行林佩傑 臺北採訪報導 快篩搶到什麼程度 搶到有人真的就是排隊昏倒了 然後還不送醫 堅持要買到快篩試劑 這個事情發生在臺北市 這一位媽媽七十二歲 可能也是家裡的人 真的是有需求 他去排隊買實名制的快篩試劑 他說因為一早趕著出門去排隊沒吃早餐 然後又在那邊等很久 所以長時間的戰力 加上沒吃早餐血糖就低了 就直接貪軟 跌坐在地上 那前後的人看到的時候 趕緊就幫他打一一九報案 但他說自己不要送醫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撐 我要堅持到買快篩試劑 還好要局勢後就開門 讓他順利買到快篩試劑 人也沒有大礙 可是這個事情就是真實的在臺灣發生 然後你就要問了 全世界都已經疫情兩年多了 大家都不缺快篩 為什麼臺灣卻有所謂的快篩之亂 我們不是自己還有所謂的快篩廠商嗎 後來說根據審計部的報告顯示 這蔡總統是在四月初的時候拍板 要民眾跟病毒共存 但審計部的報告裡頭說 行政院是在四月底 四月二十八號 二十九號 還有五月一號的防疫會議上頭 才決定要大量的採購快篩 五月四號才決標 換句話說四月初都已經講了 是要來跟這個病毒共存之後 他們才趕緊急救張馬 今年母親節恐怕沒人想到自己不在餐廳吃大餐 盡視的藥局排搶快篩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貼出照片說 母親節大熱天 不分老幼到藥局排隊搶快篩 有可憐的學生帶著作業邊排邊寫 甚至還有小朋友累到 直接坐在地上睡 藍軍炮轟 為何全世界快篩多到滿出來 台灣百姓只能苦排 人家的共存是說 人家疫情到高峰到尾端了共存 我們是還沒有開始就共存 全世界只有我們這樣 根據報告 行政院今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 以及五月一號 防疫會議上才決議 要緊急大量採購快篩試劑 五月三號跟十家廠商議約 四號決標 共採購三千五百七十萬劑 當天蔡總統才在中常會說 要大量採購快篩試劑 但從蔡總統四月初 就拍板要與病毒共存 竟然到四月底才大量 要去買快篩劑 就在行政院開會決議的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兩天 台灣確診已經衝破萬例 吹口罩疫苗到快篩 如今就怕想與病毒共存的政府 連治療藥物都準備不夠 政府當初自信滿滿 要與病毒共存 但百姓納悶 當台灣快篩不夠 藥品不夠 我們的政府 到底哪來的底氣 要人民與病毒共存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